羽絨衣毛帽保暖衣物全穿上 今天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低溫只有15度左右 而中南部雖然溫度回升 但空瓶卻拉緊抱 雲嘉南到高坪 對敏感族群都有害 中日高坪臭氧八小時樹直 更是達到120 而下週一二依舊是橘色提醒燈號 至於東北季風 則從明天開始就會減弱 到了入夜到明天這段時間 野安地區的降雨 就會開始逐漸的趨緩了 明天高溫回升到23到25度 但週一又有東北季風來報導 雖然冷氣團達標機率比較低 但週二晚上到週三清晨會最冷 溫度下探12度左右 到了星期四 還有另外一波東北季風 這波東北季風開始增強的時候 水氣相對來說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在桃園英北整個東半部 迎風面的降雨機率 相對來說都會是比較高一點 各地的早晚還是會比較偏涼一些 所以在這個白天的時候 仍然要注意南北的溫差會比較大一點 兩波東北季風接力 除了溫差大得注意保暖 下週水氣也明顯偏少 要等到30號之後 桃園以北跟東半部 降雨機率才會變高 發射站以中原台北從莫洞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亞洲 我們要開啟小鈴鐺 來幫你進入 可不猛充快 要開啟小鈴鐺 因為另外一個小鈴鐺